很重要的一题 哇石油人民币有谱了 习近平仿杀 重极美元 好我们看一下 这很重要的讯息 路透华尔街日报 都以大篇幅告诉大家 第一届 第一届 中阿峰会 12月9号就要举行了 地点是沙鲁阿拉伯 其实习近平呢 要在12月的第二个礼拜 去仿杀这个讯息 很早 大概今年八九月就披露了 但是一直没有证实 那现在确定了 那当然沙鲁阿拉伯 大陆翻成沙特了 沙鲁阿拉伯是中国在 中东跟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 也是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 这次此行最重要的 大家最关注的 美国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沙鲁阿拉伯 就是沙特考虑 以人民币来结算石油 有没有 这题在俄乌战争的时候 就开始发酵 现在对接越来越顺畅 技术的管道逐一解决之后 所以我们看到 有没有 这次重磅当中的重磅 重极美元 先给大家一些背景资料 习近平2016年 曾经访问沙鲁阿拉伯 当时沙鲁阿拉伯怎样 进到沙鲁阿拉伯领空之后 沙鲁阿拉伯立刻派了 四架F-15战斗机 在专机两侧护航 看到没有 这样的规格 2017年沙国回访 当时沙鲁阿拉伯的 这个国王回访 那两国签了金额 大概是美金 650亿的备忘录 跟异项书 这边有些数字 我们看到大陆外交部之前 也发表了 18000字的新时代 中阿合作报告 同时提及要 携手建构 面向新时代的 中阿命运共同体 2021年 双向贸易额 达到了3303亿美元 比10年前增加了多少 10年增加1.5倍 2022前三季度 中阿贸易额是 3192亿美元 接近2021年 全年的水平 这个数字占比 不断在这个增高当中 当然另外一个大背景 我们稍后来讲 我要先丢给张老师 给大家深度分析一下 另外一个大背景 很重要的就是 美国跟沙鲁阿拉伯的 关系陷入了低谷 张老师 张老师马上要赶车回南部 最重要一点 这里头最强烈的 象征意义 就是在颠覆 因为整个回教世界 沙鲁阿拉伯 讲话举足轻重 一言九鼎 我们会发现 美国发起对于 中国大陆的 所谓的舆论战 最强烈 就是所谓的围族 就是新疆围族的问题 结果发现 所有的伊斯兰国家 这个没有一个人讲说 他在破坏 维吾尔族 只有维吾尔族的 异议人士在表示 而在今天之间 能够稳住 沙鲁阿拉伯 整个回教世界的领袖 这个有举足心重 一眼九鼎的地位 而考虑用人民币结算石油 将会颠覆美元 在全球的领袖的货币地位 好 谢谢张老师 因为张老师在高雄 要赶回高雄 对不对 要去赶高铁 谢谢张老师 今天来帮烂丸报加持 来大家给张老师 刷一排赞 好不好 谢谢张老师 好 那我就问一下这个韩冰 你怎么看待这次的访问 这次访问事实上 消息很早就曝光了 十月二七号 沙国的外交大臣 用还蛮肯定的口吻 他跟中国大陆外长王毅 会面之后就说 习近平预计将访问沙国 然后在十一月二十二号 北京驻杜拜的总领事馆也说 第一届中阿峰会也证实了 十二月上旬将在沙国召开 当时有媒体告诉大家 就会在十二月的第二个礼拜 那么主要是因为卡在这个时间点 OPEC加在奥地利举行的会议 所以认为 习近平这个时候来是有用意的 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 不过最新消息出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美国的力量强力介入 本来非常担心会减产 现在宣布维持石油的出口产量 但下一次会议就很难说了 是在明年的二月一号 海滨 其实与其说现在很多西方媒体说 中国大陆正在撬美国的墙角 趁美国人在中东势力衰退的时候 他就赶快冲进去 其实我认为不是这样 应该是说你美国人自己 不愿意去尽力协助中东这些国家转型 然后呢你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别人去做的时候 你就说你这样做不对 你这样做就在跟我竞争 我觉得这是逻辑非常奇怪的事情 比如讲美国完全站在自己的立场 去要求OPEC PLUS减产 可是问题是你美国自己呢 你有配合大家 过去你有配合大家行动吗 然后你们澳洲的那个价钱还出奇的贵 那请问一下你到底在干嘛 别人大家都要负责亏钱 就你美国人负责赚钱 就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是OPEC PLUS的国家 我也不愿意啊 然后你在中东 过去这几十年来 你们呼风唤雨 在那边制造了多少政变 制造多少彼此事件互相对杀 然后现在你自己国力衰退了 你从阿富汗撤出了 你在中东的影响力开始衰减了 那中国大陆其实跟他们合作是干什么 中国大陆其实是去做生意 人家是在做生意 因为中东这些国家 比如说像萨布丁阿拉伯 它需要什么 需要中国大陆提供基础建设 需要协助它开发一些采矿的能力 那种冶炼的能力 那这些是中国大陆可以提供的 那在军事上 它可以提供相对品质不会很差 价钱又很便宜的武器给它 不像你美国过去动不动就说要封锁 就是禁律 要不然就是制裁 那如果你是萨布丁阿拉伯 你会选谁 更何况拜登不要忘记了 你还直接骂了人家现任的国王 所以人家为什么要给你面子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道理 那我个人认为 你看他们也做出了 12月4号为什么还是 维持现有的石油存量 中东这些国家其实也并不是真的想要得罪美国 他们也是希望 你中国跟美国之间的纷争 那是你们家的事 我们要的是我们的进步 我们的赚钱嘛 你要能够offer我这些东西 我就不会跟你撕破脸 那美国自己长期以来 你自己对这些国家预取与取手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要协助人家 你要知道中东这些国家都有危机感 大家也都知道 现在全世界 正在往电能的方向去转移 对这些石油输出国家来讲 他们会担心几十年之后 可能他们的世界就结束了 所以他们每一个国家 包括卡达也好 包括沙特阿拉伯也好 他们正在大力的想要去转型 让他们的国家在未来 能够继续生成下去 可是你美国有去协助人家 做这件事情吗 不要说中东了 你最忠实的欧洲盟友 现在一个一个都快垮了 然后你美国还是一样 在那边不断的通过 你自己的通膨法案 然后要把你的欧洲盟友搞死 所以当你美国自己 不顾你的朋友的性命的时候 就不要怪你的朋友会去找别人 因为这是你造成的 对 韩斌给大家解释的大背景 非常清楚 我再补充一下 美国当然是希望 说服中东国家增产 OPEC加 但是还是在10月的时候 当时是敲定减产 减产一天200万桶 让美国非常的愤怒 但韩斌讲得很对 美沙关系不好是什么 美国要怪自己想想看 今年7月的时候 有没有拜登亲自飞往沙国 跟37岁的沙国的王储碰拳 但是我们看到 在之前在选举的时候 当然拜登的语言都很极端 讲人家是什么 贱民 对不对 这句话 拜托人家是皇室 王储 讲贱民 当然难怪关系会好才怪 所以一连串 让双方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紧张 所以我问一下大千 但是这一次 史上第一次的峰会 不只是拜访而已 不只是造访而已 包括峰会 那重磅中的重磅 就是石油人民币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石油美元 在这个全世界 这个霸权已久 现在这个松动 尤其在恶物战争之后 大家现在这个彻底反省之后 石油人民币 你觉得有没有机会 重击美元 你觉得美元 这个有可能出现裂解吗 我接着刚才韩冰的话说 其实世界上很多国家 在过去这一二十年来 几乎已经是看破了美国的手脚了 美国高挂在口中的 所谓普世价值 其实只是美国利益而已 符合美国利益的 就符合普世价值 不符合美国利益的 就不符合普世价值 可是当中国大陆 开始对外发展的时候 中国大陆是相较于 美国的自私自利 中国大陆是用平等互惠的方法 平等互惠的方法就是 我有好日子过 你也有好日子过 所以其实你看美国 称霸全球这么多年 美国帮什么国家 做过它的基础建设过 你在全世界称霸几十年 你又掌握到这么多的资源 你到底帮过哪一个国家 你一个国家都没有帮过 可是当中国大陆开始用 这个一带一路 用亚投行的方式 来帮助大家解决基础建设 让大家都可以有好日子过的时候 当然这对美国来说 造成了很大的挑战 那么这一次我觉得 沙奥迪阿拉伯是重重地 打了美国一个耳光 因为其实沙奥迪阿拉伯的 这些所谓原油产油国 这个波斯湾的这些国家 在过去其实在很多迹象上 都已经显示出 它跟美国渐行渐远了 光是在俄乌战争的表态上 他们的态度跟立场就差很多 而且光是在俄乌战争过程当中 美国那个时候 不晓得秀方还记不记得 这个法国总统马克宏 还曾经当媒体的面告诉拜登说 这个沙奥迪阿拉伯不愿意增产石油 这些东西都可以表示出来说 其实沙奥迪阿拉伯的 这些相关的国家 已经决定要走自己的路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一次当然对美国来说 是一个最重要的重击 因为除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沙奥迪阿拉伯用高规格 来跟习近平会面之外 更重要的一点就在于 如果人民币可以结算石油 如果沙奥迪阿拉伯愿意开这扇门 那么接下来OPEC加的国家 都有可能会跟进 就美元之所以可以独霸全球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 所有重要原料的结算的金额 就是美国是国际贸易里头 所使用的货币 可是如果当这个原油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也好 一个一个开始跟美国脱钩了 那么可以用其他的货币 来进行交易的时候 美元要独霸全球 美国要借着美元来卡住 全世界国家的这个脖子的 这种策略跟方法恐怕就行不通了 所以其实这一次我们要观察的结果 就是除了当然这个中国大陆 跟沙奥迪阿拉伯之间的实质上的关系 贸易的进展 这些我想是想当然了的事 但是外界应该要更关切的就是 到底沙奥迪阿拉伯会不会同意 用人民币来结算石油 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严重撼动 美国影响全世界的一个地位了 不得了 对你在其他的事件上 你跟美国不同掉也就算了 大家当作没看到 可这件事情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那么美国究竟会不会从中破坏 会不会做梗 会不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阻止 我相信美国一定会尽全力来封锁 但是问题是 如果这件事情让它成真了 那么几乎就可以断言 美元称霸全球的末日就要来临了 那么美国独霸全球的力量 就会受到很严重的撼动 海黄鲍鱼干杯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